你们说奇不奇怪啊 你看那些大佬们画的画 真的是刷的两下 这个意见感就来了 而我们在画的时候呢 一天盯着这个细节 抠了半天 抠的眼貌精心的 还是画的跟呆头鹅似的 难道那些大佬们 真的是吃了打印机吗 还是真的有什么五个秘籍吗 那么今天 我做了个违背祖宗的决定 我要把这个秘籍传授给你 让你也能够画出深度的光 你可能好好学了 很多人都觉得光很难画 主要是因为光没有具体的形状 我告诉你们一个方法 可以把所有的光源 都看成圆的去画 三步就能出效果 比如说我们要画森林里的光 第一步呢 我们需要找到最亮的点 这个最亮的点呢 就好比这里 我们有个太阳 从后边倒射进来 那就是光源 第二步 我们需要用到 最亮的一个柠檬黄 或者是黄色 去涂这一个光源的部分 直接去平涂就可以了 这个太阳是个圆的 是吧 我们就把它涂在这个里面 这个时候呢 有同学不信邪 我说用亮色去画 结果它非得用黑色去涂这个光源 结果化成了一个天狗石 第三步呢 我们需要对这个光源进行一个过渡 比最亮的点画到浅一点就可以了 那么这个时候有同学就不会了呀 多浅算浅了呀 老师 我不会呀 告诉你们一个秘密 大家看一下 手上是不是粘了一些色粉啊 你用这个手指头上的鱼粉 稍微的抹一抹 直接用手去涂就行了 你看 它显得非常自然 如果你不小心把这个地方插得浅了 只需要用到这个色粉笔 我把这些亮色的地方 我再补充一下即可 这个光源的感觉是不是就有了 把一些发散出来的光提一下 会显得更加的自然好看 好 局部的光怎么三步就搞定了哈 还是比较简单的 听到这里人都走光了吧 留下来的都是真爱了 我再教你们一些压箱底的东西 这里我们迅速把线稿起好 还不会起线稿的同学呢 在我的主页有过相关的视频可以去看一下 好首先我们还是按照刚才那个步骤 把最亮的位置的光给它画出来 我在画的过程中 我把这一个光的形状 我大致给它描绘出来了 终于一点按下去 直接提起来 这个时候你会发现 哎呀这个光一点都不像光啊 因为我这个时候还没有用手去抹 抹的话就是一个 我把这个画面给它画柔和的过程 现在我只是把这个光的形状去安排到了画面中 这个时候有同学啊 老师我抹的时候 抹到处都是了 告诉你们用这个纸的这个头 折成一个尖角 这样去抹 会更加的顺手一些 你这样抹的话 抹着抹着 这里糊成一块 有可能啊 所以可以用手 也可以用到这个指尖 来我们把这个颜色过度一下 向这个周围 让它扩散的比较自然 抹到后边 我发现没有颜色了 这个时候不要怕 哎我们继续去加颜色嘛 你看这个时候就没有色粉了 是吧 我们补充一点色粉上去 好大家看 我们现在已经把天空的颜色 基本的画完了 这个时候注意颜色需要有过度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把地面的光也给它加上去 它是不同的一个亮度 所以这个时候我需要换颜色了 我选了一只 稍微暗一点点的这个环 来直接也是按照这种方法 像那种扭棉花一样的 这样去扭上去 轻轻的去扭 从这个房子底边这一块开始 往前边去走 这个颜色会慢慢的给它变淡一点点 整个周边也要用到这个颜色 去扑一扑 因为它整个氛围感是特别强的 你看啊 我是避开了这一些背光面的颜色的 我没有去涂这个背光面的颜色 因为这个色粉的覆盖性会很强 你比如说我这个地方 我给它加一块颜色进去 我这个时候让它干 你看我涂完之后 这个干笔稿就没了 这个时候我会保留这个背光面的这个线条 光本身它是没有新的 我们要用这些线条去把这个光的形状 给它衬托表现出来 这个光的周围啊 因为颜色会比较暗你看这个橘色明星会偏暗一些 是吧 那么越往远处去推移 你看这个边缘会带有一些橘色 越靠光中间的这个地方 我们可以用到最亮的这个柠檬环 甚至我们可以用到什么 白色去做一个点睛 这个时候整个画面就会有重点了 刚开始我给大家去讲的第一步 找光源最亮的点 所有的光都是从这个最亮的地方发出来的 离它最近的我们的颜色就最亮 最远的地方就越暗 你在上色的时候这个点一定要记住的 花到这个时候呢 橘色同学以为可以结束了 其实还没有 因为我们的色粉它是有覆盖性的 它把我们的一些干笔线稿全给它遮霉了 这个时候呢 我需要去用到这个 我的这个中性笔 去把这一些原本遮掉的地方呢 去加深一遍 去营造出这种光耀眼的一个感觉 我们在补这些线条的时候啊 实际上其实它是很难去把这些线条加上去的 因为你底下有一层这一个色粉了 所以补的时候你不要使剑涂 涂得太黑了就可以了 稍微给它留一些余地 最近看到很多同学跟我说 我的视频很干但不火 这里呢 我想跟大家聊一聊 我知道我的视频讲的很干啊 很多人听不进去 现在快节着的生活嘛 但是我想的是 我的视频能让大家真正能够学到一些有用的东西 这也是我这么多年教学的一个初心 很感谢大家对我的一个支持哈 也希望大家看到我的视频呢 能真正的拿起笔来跟着画一下 当一个东西真正被你画出来的时候是很开心的 我轻轻的再去描一描 这个时候就很聪明啊 就不需要用到很黑的笔从上往下一直涂上去了 那会显得很不自然 我们这个时候如果还有哪里没有画的地方 那么我们可以用到色粉再去补一笔 诶 你看 最后一步就是我们用这个最粗的笔 把树的底部再加深一下 离光源越远 它看起来就越黑 去把这个明暗的一个落差对比去加强 这样才会有真正的光的感觉 还有一个小的细节啊 就是现在我的路面的颜色和天空的颜色呢 我需要有时候区分 诶 我会用这个纸巾整体把路面的颜色去减淡一下 是不是舒服很多啊 之前就太过于这个耀眼了 这个光了 所以我把这一块稍微再揉合一下 好 这幅画画到这里就OK了 有光源的情况下 只要三步就能画好所有的光 那如果在画面中找不到光源怎么办呢 我会把它放到我的系统课里面去讲 如果有需要系统提升的同学 欢迎大家加入我的系统课 在我的主页可以联系到我 那么本期视频就到这里结束啦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